接下來這一組呢 第18組 這一組的作品很經典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這是一個1992年的一個宇宙機人科幻作品 很多人對他的印象是一個像太空說的滑白 然後他的武器呢是兩邊都有 就是兩邊都有劍刃的那種雙刃劍 這部作品呢叫做 《宇宙の騎士》 《鐵カマンブレイド》 這是中文翻譯哦 就是宇宙騎士ブレイド 還是歷刃 這樣的一個翻譯 這部作品呢 或許不是很有名 它其實是一個很經典的作品 有《文國槍超越經典大戰》等一些作品當中 是有收錄的哦 在這部作品當中 我們的男主角呢 這個項羽龍爺 D-boy 他可以變身成為 《鐵カマンブレイド》 他的配音員 《森川智之》 《森川帝皇》那時候 很年輕的時候的作品哦 以及呢 裡面的這個 另外一個角色 女主角 Aki 是非常喜歡我們的男主角 那時候配音是臨圓會 真是美好的一個年代哦 這一次呢 我們的第18組的參加者 就有幾個洪月齡呢 將會以故事復甦的方式呢 來表演在這部作品當中 呃 最後一集的一個打決戰 大家一起來期待一下他們的演出吧 讓我們一對一對掌聲 歡迎第18組 我叫做救急洪月齡 《宇宙的騎士》 《鐵カマンブレイド》 嗚呼呼呼呼呼 老大墓的殖民們 我們即將到達地球啦 地球的回音希望 宇宙騎士歷難 已經持續變身能力了 地球將會是我們拉大陸的新天地 哈哈哈哈哈哈 這誰 我是地球的新希望 按你這裏的宇宙騎士 獎記 我要代替地球來懲罰你 人類所製造出來的複製 這次就讓我看看你的力量 來吧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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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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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只會跑來跑去死大皮把握我的 可 喔 看出 要刺內子跑 哇 哇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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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點威力是打不倒我的 輸死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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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 什麼 阿羅 宇宙騎士綠燈 怎麼可能 你不是已經喪失變身的命了 在沒有把你們拉達米消遍殆盡之前 我是全隊誇張下的 這就是人類 愛與勇氣所產生的奇蹟 上發綠燈 阿羅 宇宙騎士綠燈 魔王 宇宙騎士 歡迎大家參加 謝謝第18個參賽者 哇 這是我這部最聰明的方式 讓只有兩個人可以報名 然後變成第三個角色 隨便說就是三個角色 就太厲害了 有人可以說話 應該沒有 都可以說話嗎 這麼厲害嗎 不要破壞你剛才帥氣的形象 那我剛才真的熱血起來了 真的熱血起來了 這部作品其實真的 台灣的朋友可能規定不知道對不對 那為什麼選擇這部作品 呃 立任 講個話可以 因為這部作品老實講啦 主角真的蠻悲劇的 因為他最後面對別人都是他的家人 他家人都被變成拉達的那個 那個 仆人了 那唯一只有支撐在主角後面 就是做女主角而已 對不對 對 這個角色就是很 很有感覺這樣子 OK 我雖然不知道他經歷過什麼 可是我想還應該是 非常的喜歡這部作品 我們再次以熱血掌聲 謝謝第十八組的參賽者 這位請問洪躍兵 今天搞不好重新掀起這部作品的風潮 感謝他們兩位 真的很精彩